四季彩之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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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說霍良野最美的花田 在富田農場 那麼在美英 最美的花田就屬四季彩之秋了 這邊是四季彩之秋 他還有一個很可愛的稻草人 叫做露魯君 已經到四季彩之秋 站在門口迎接你的 就是這個超大的露魯君 四季彩之秋 是美英地區最大的花田 它與富田農場一樣 也有一大片薰衣草田 但是兩者相比 四季彩之秋的氣氛顯得比較純樸 很多人逛四季彩之秋 會選擇搭這種遊園車 畢竟15公頃的花田 想要繞一圈 用走的應該會累死吧 因此四季彩之秋 和其他花田最大的不同 是他有很多不同的交通工具 可以搭乘 現在要去坐摩托車囉 走 胖狗一開始選擇的這種車 叫做Buggy 是一種四輪的越野車 別看它的樣子好像很威猛 但是其實速度並不快 不知道是不是這種越野車太貴重 園方對於它行駛的路線有規定 只能繞小小的一圈 所以騎起來 嗯…有點不滿足 快回來囉 好玩嗎 胖狗看到他們選擇坐高爾夫球車 好像比較好玩耶 我也要玩 剛開始是胖狗的外甥擔任司機 但是長腿妹一直吵著要開 哥哥就只好開到花田人最少的地方 停下來讓長腿妹大顯身手 長腿妹出身自獨不畏乎 一坐上駕駛座 就變成瘋狂女車手 好可怕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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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死長腿妹開車又急又猛 把胖狗嚇得心臟都要跳出來 不過在花田裡飆車 還真的蠻好玩的喔 因應觀光客的需求 四季彩之秋也有相關的旅遊設施 像是紀念品店 或是小吃飯售戶 胖狗剛剛被長腿妹嚇得半死 當然得買個雙麒麟來壓壓驚啦 這就是四季彩之秋的迷霧 哈密瓜雙麒麟 濃濃牛奶味的雙麒麟 配上新鮮的哈密瓜 讓長腿妹一口接一口 根本停不下來 喂 留一點給胖狗吃啦 喜歡四季彩之秋嗎 四季彩之秋雖然是免費入園 但是門口放了一個木款箱 大家可以自由樂捐 作為維持這片花田的管理費 離開前別忘了投點錢 也算是對維持這片美麗花田的農人們 表達少許敬意吧